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6日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在报道两会 新华社的头题是习近平看望全国政协委员 也就在6号下午 习近平去看望了出席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的这几个花瓶党 他为什么现在去见他们 这都是例行公事 中共统治是一党执政 变成一人独裁了 这个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我看到海外媒体报道说 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强党弱政 其实不是 是强习弱党 这才是比较准确的表述 现在习近平可以这样讲 这个基本上说了算 不能说一眼九鼎 应该讲是 搅自己过去 这个更加 这个对他个人来讲 更加信心满满的控制了这个局势 但是习近平自己很清楚 就是在全世界 这样讲吧 虽然全世界一百多国家 很多国家 并没有民主 但是在英美国为首 像其他公益国 都是多党制 都是宪政民主的 习近平搞的东西 也不得人心 这个 除了共产党 除了这个霸道 专制 还有这个伪善的一面 习近平还想 向外界就是显示 他是也是多党制 就是为什么搞这些花瓶党 目的就在这里 欺骗 所以开这个会议 就是一个欺骗党会 他从心里根本没在乎这些 根本不把那些什么民主党 给放在眼里 但是又不得不利用 所以他出来见他们听听意见 忽悠忽悠 如此而已 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但是呢 第二题 今天情况是第二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什么呢 你看 他呢 到江苏代表团设议 昨天我已经讲到了 因为他特别重视江苏 一个是他和李强两个人 现在大班 应该讲李强是他一个根本 一个拎包的 李强帮助他的目的就是在下一步 他把他儿子推出来 他不需要李强有什么独立间接 听话就行 没钱 经济抓不好不要紧 就抢钱吧 一共同富裕抢就行 因为他知道现在存在银行里的钱很多 这个有一个数字 目前中共国 这个老百姓存在这个银行里的钱 当然再增加呀 当然这个钱肯定是两金分化比较厉害了 他不在乎 他要抢 没钱 经济不好 不经济抓人就行了 只要把改革开放四十年 富起了这里 两部分人 一部分官员 他给你整成贪官 你反对我给你整个贪官一抓 财产一抹手 说各个都是几千万 甚至上一 另一个就是民营企业家 这个我给你一抓 黑社会 你随便找个理由 共同富裕还是反垄断 反正是还是查随 反正都把你钱整了 所以他想的问题 和别人不一样 他第二题 这个就昨天我曾经讲到的 非常重要 一个是李强听命于他 另外 李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事 要帮助 全力的帮助他 那么他就需要什么 需要到这个地方来 忽悠忽悠 僵属 你看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一题 就是大家都忽略了 人们对习近平还是缺乏了解 你看 第三题 习近平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 这就表明什么 现在可以这样讲吗 他知道制造业从中国转移了 转移了 以前是制造 中国制造 全世界 这个产品 基本都在中国制造 制造大国 现在纷纷转移 制造链 生产链 供应链都转移 转移 东南亚去了 还又留了一部分给中国 他现在也很着急 他看到这个趋势了 他再怎么不在乎 他钱多点 他可以多撒币 钱少了他就不能撒币就不要以前那么大手大脚 另外 还有个维稳的问题 今天郭文贵有个视频专门讲经济 应该讲近期 就他讲的经济数字 没有人能够像他概括这么准确 你看他讲的经济的数字 因为他过去搞企业的 他应该懂 非常吓人 下一题是最重要 今天活动对习近平 习近平 你看怎么讲的 5号下午 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刚才只是讲了一半 他到江苏代表团讲什么主要的 就是这就是合牌图书 主题在这里 他最关切 他到江苏代表团讲什么 就这个代表团作为样本 要谈什么 新时代 教育工作要努力把青少年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 接班人 他强调什么 我们教育要善于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积取 优秀的东西 同时也不摒弃西方文明成果 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四个自信的孩子 这就是我老江昨天讲的 是吧 以前我多次讲的 他就是想让他的儿子出来 要将他儿子 他推举他儿子出来 让中国老百姓能接受 就以什么为名呢 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 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 从秦始皇开始 那不就是他爹是皇帝的儿子 就是小皇子吗 是吧 这个军权神兽 军军沉沉沉复复之辞 这已经二牌图书了 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讲的太明确 世界还不到 因为他想象的是美国不敢和他动武 那么因为都是拥和大国呀 他要好很长段时间要搞冷战 这个冷战搞十年八年 他儿子不就起来了 他把儿子隆重推出他下一步 就是这个 他这叫楚羊也好 还是什么羊 反正是他有四个孙子 本来这个也至少有一个 应该是有的 在哪里呢 他儿子 这已经佐证了 今天已经佐证了 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啊 这个已经 所以那个了解他的自谜题 你把这事讲得非常清晰了 他到这里就目的这个 而且要拥戴他儿子是谁 那就是青少年 他要培养着洗脑 要对现在青少年 你想因为以前青少年 在改革开放年代 已经是什么西化了 你看过节过圣诞节 那小孩对不对 都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生活了 是吧 有的甚至经常来想这个美国加拿大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官员 或者是民营企业家 眼界都打开了 他学英文 他自然就学这些加拿大什么女王啊 是吧 这个学英文就华盛顿呢 是不是啊 你不这个林肯呢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林克松啊 是吧 基辛格的什么这些东西 你就他西方这种就知道 麦当劳是吧 他害怕呀 所以他现在需要什么让孩子们就闭上眼睛啊 就是现在整个改革开放这个年代就是结束了 他现在就结束了 团派团灭了不就是吗 团派就是改革开放的中间力量 就这些人他都不用了 不用现在他不能剃得太干净 而且更大的麻烦 现在年轻人代已经觉醒 他出去又打开眼界 他不相信中共这些自古以来的什么啊 这些封建制这些都是好的好东西 他需要孩子们需要往前走需要改变 他害怕这个 他为什么现在不提倡小学生学英文 从小开始洗脑 他目的就是给他儿子做铺垫 就像北韩这样啊 北韩小儿不就是什么 一长大以后 吃一口饭都是金正 金奖给你的感恩 对不对 今日成金正日金正恩 他从小开始欺骗 所以那小孩 你看那为什么他一出来 小孩只蹦只跳 泪流棉 满面 发自内心 那是洗脑洗 但中国做不到这个 也现在开始洗了 你看江苏上饶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红月冰又出来 穿着这个绿尊装 是吧 橘子红旗 像雷锋学习一个大牌子 后一个放块对 那傻瓜们 也有一个就是 小孩有一个小视频 我看了 在电影院给小孩演 这个伟大的英雄什么好 我不知道演的什么内容 反正会场小孩都 泪流满面 又类似于这个 这个北汉了 习近平想这样琢磨 因为这样他儿子 才能顺势而起 他做这个铺垫 你看见没有 什么四个自信的孩子 拥护他儿子的孩子 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讲 四个自信 什么 这个民主自信 什么自信 这个自信 现在是慢慢来 他很狡猾 所以为什么他到江苏代表团 他的目的就是要下一步 就是要摒弃 就是西方这套东西 他现在还讲西方文明成果 这还不到时候 他本身是个天眼高手 一步步来 你看见没有 五千年中华传统 积取优秀传统 四个自信 的孩子 就这些孩子 才能拥戴他的孩子 他现在每天都琢磨这个事了 所以今天新华社 今天人民日报 最大的看点就在这里 我要告诉你们 那后背这些都是不是重要的 都是什么 名声啊 数字都是虚假的 像统计局局长 也是归他管 那下次让他怎么报 怎么报 什么百分之五点几 那些东西 完全都是大忽悠 那么今天 海外的万维网 发了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李克强 就读报告的时候 这很有意思 这时候李克强读报告 直冒汉 西民上前和他握手的 心不在焉 这个观察挺准确的 因为你只要有视频 你就藏不住了 每个人都可以观察到 那人最大特点是就看 看 就人和你见面 你握手 你就指人对你真不真诚 有的人他给你握手 很热情 眼看你 发的那些 你就感觉到 有那样的手 戏不浪当的 服也了事的 眼睛犹豫不定的 心事不定的 是不是 我为什么不愿见 有些素不相识的生人 他讲的挺好呀 挺崇拜你来 你和他一交往 一握手 看他眼睛就说 他说不定带着任务来 所以你就浪费你的时间了 你只和那些真诚人 能帮助你 发生那些 你也能帮助他的 值得交往的人交往 否则时间都浪费了 我要讲什么 人非常重要 你要观察 所以人现在观察 观察家就看着脸 回去电视看出来了 这篇文章就讲什么 讲这个李克强啊 在这个报告当中讲到什么的 读着读着 这个不断地低头看稿 又抬头扫向会场 很快额头就露出汗住了 语速也明显地加快了 还出现了卡壳 内容也没有照稿全面完 这什么原因 我认为多种原因 一个是 为弟弟担心 李克强心得很清楚 为什么你看李克强告别国务院合影的时候 他讲的 人在做天在看 那啥意思 那就是我是对着我起良心 我努力的 但是他实在是受欺负的 咱没有办法 控制军队和军队警察 把咱整惨了 都是他搅和了 得来我想好好干 我以为这个能力干好 的确都行 你看李毅宁的高主 你想改革开放第一批大学生 对不对 西方民主自由这些思想也有啊 而且有两地当风江大力 本身就还比较连结 没叹起什么钱 说心里话 很少这样的 对吧 也努力了 但是怎么样 你还是没斗过人家 人在做天在看 为什么那些灰茶 那些像木耳的人都笑起来笑谁啊 嘲笑习近平 他们对习近平不满 他们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 所以才笑 那个只能这样笑 他能有别的表达 他敢吗 别人表达 李强都已经上来不收拾他们 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流汗 我一个是身体的原因 他把这身体虚 你看他那个眼 五眼圈嘛 心脏有毛病啊 心脏有淤血才五眼圈 我就五眼圈 因为睡不好觉 睡太晚了 昨天睡得还可以 因为昨天喝了点小酒 睡挺沉 我要讲 李强家一个是体力不至 心情不佳 充满了忧郁 他弟弟的把柄让李强抓住 所以西强家的握手 就是非了事 眼都不看的 你想想 西强家你算个什么 不行 给你弟抓去就完事了 连那个中纪委 驻烟草专门局组长 叫周家华吧 叫什么名字已经抓了 对不对 他的同言之急 最密切 心理的弟弟 李泽华也在西平手里 你看烟草行业抓了多少 那都和他有关系 他弟弟肯定找他 可可你千万别给他顶啊 顶我就完了 他也是一样 每个人都有私心的 习近平为什么能把这个官员制服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人们看到李克强 读这个报告的事 一个是报告时间很短 就一个小时 他也避开一些敏感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 退下了以后未必安全 还什么到北大 当教授 怎么可能 习近平吓死了 习近平你看这一两天 把这个高校的领导全换了 怕什么 怕六四再起 要你教学 你不给你讲台让你鼓动啊 他不可能的 是不是啊 你退下就完了 就像老胡这样 再出来就是满头白发了 然后就是步履叛山了 只能被人看起来的 是吧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关于李克强的是以后再说 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是一个新闻综述 那么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今天阿波罗网站 看的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就讲王沪宁 王沪宁 丑胎被截图 表情吓人 3月5号 他说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背景的 香港01发表文章 罕见的使用一张特殊的照片 似乎对王沪宁不买 他是这么分析 他说呢 3月3月3号 新当选政协14届一次会议的主持人 外界普遍认为 他可能当政协主席 确实他 习近平是准备让他当政协主席了 3月5号 曾庆红江泽民背景的 香港01发表文章 题目叫李克强 2023 GDP增速为5% 低于外界预期 就这篇文章 其中罕见用张照片 说用这个照片的目的是显示 显示对王沪宁的不买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因为他以前这个文章写得不错 这篇文章 我认为他是误判了 这个王沪宁的照片 用他的目的是显示 对李克强的不买和蔑视 他不是说 他这个 因为王沪宁大家都知道 等会儿我再讲 你看这图片当中 他说 王沪宁拥头 向身体右侧望去 冰角愤乱 掩饰真名 而且罕见的邓大爷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我给大家看了这张照片 就这张照片 那么香港01 到底是不是江曾派系的一个媒体 我不太清楚 肯定是能在那个地方生存 应该讲 至少不是直白的反共 你直白反共 共产党在那里就给你整些 整些去 给你抓起来 是吧 你看现在前哨已经停看了 呃 前哨那个社长刘大文 消失无踪 我给他打电话 都没人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几年都没有信息 在这个新冠的之前 我听 我跟他很熟啊 所以我打电话 我说你要不你就来加拿大吧 移民加拿大 那时候他莫领两可 现在香港哪有什么反共的杂志都没有了 他这篇文章讲 他说在公开场合 王虎宁一直保持低调 这一镜头更是罕见 他说而且无论是此前被新冥关闭的 多维新闻 还是怎么看香港01 他认为香港01是那个多维的字 怎么看 他说对照片的使用极为讲究 非常擅长以照片代替文字 对政敌进行打击啊 他这里举例说 2021年6月18号 习近平等七名中共政局常委 以及副主席 国家副主席 王虎宁 那个王岐山呢 赴中共历史展乐馆参观 并进行从文入党宣示 多维网给了报道 其中张照片给人感觉 习近平和几位中共政局常委 如同集体默默 整场照片令人感到气氛诡异惊悚 他这个是对的 他这个分析是对的 就刚才我认为他分析的正好反了 这个是对的 但为什么反了呢 因为你想 王虎宁是对李克强应该是有一届的 并不是说没有一届 他们自己的关系非常复杂 然而多维新闻 对于西米和王虎宁 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他说 在文章当中 多是这个阿谀奉承之词 列入多维新闻在评文章中 将这个王虎宁啊 称为三朝国师 还说他随称是大学 辩论队的教练 口才无碍 但似乎不喜欢闪光灯啊 在国网陪伴领导的画面中 看着他尽力回避镜头 身上最高层头 更是宁愿运筹帷幄 策划于秘石啊 不愿抛头露面 在文章最后 多维网更是语出惊人 认为在22年 中共二十大 政治局常委 势必重新排位 以王虎宁这种 不愿抛头露面的个性 除非连任或退休 负责 恐怕只有中纪委书记 一直适合他 说自从江泽民去世 曾庆龙家族 且花样年总裁 攀局 传出去喝茶之后 灵意风格大变了 开始不断地拍 习近平的马屁 延然成了香港的人女日报 这是这篇文章的观点 他说这次突然上传 王虎宁的丑照耐人虚伪 似乎代表对王虎宁 深藏的不满 本人认为他这个 他讲的照片 是挺诡异的意味深长 但是恐怕是什么原因呢 我给大家 谈谈我的卡法 我不一定正确 都狭义论 咱们没有什么 直接的信息来源 这是我猜测 因为王虎宁呢 你看他个人出生就知道 王虎宁是55年出生的 和我同岁啊 他是山东人 那么70年代 他中学毕业 刚开始他是 别人的 我们那一代都上上下乡 他不下乡 找个理由留下来了 然后呢 在那个期间 他就读书 那时候读书 你很难找到书 就是我知道 他读了什么东西 就他读这个东西 和我读了一样 也就和习近平读了一样 不外乎共产党宣言 什么资本论 反动理论 作亚苏拉的故事 把一些先给党 再就最多有一个 这个就是 这个第三帝国的姓王 就希特勒的东西 是吧 就这些破东西 就是 使我们那代人 思想受到的毒害了 所以他这个 当时讲 他读书成了很大的乐趣 这是确实 我们是那时候 求知识若渴 还有这本书 都包上书品 看啊 反复的看 他是74年夏天 他就当做这个 就是学徒在学工厂 然后呢 他就当了工农兵学员了 因为他是 他家是干部厨师 985年 他有后门 他上大学 工农兵学员 在上海啊 就是华东示范学院 当时这个叫干训班 就培养什么学习法语 还学习了这个 其他西语 也就这个班 培训出来以后 家里都有可能 成为就是外交官 他这么一个一个背景啊 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学习英文 英文还可以不错 按长 按着官规定 当时他可以去 外交学院读书 就是可以再当外交官 那时候的确有一波 是学这个东西 啊 你像那个大链验师啊 外国员学员 也培了一批人 培养一批人 我那时候有一个发小 和我官员最好 一个叫戴勇 一个叫杨德勇 都是这个学校出来 后来到大年十五中学读书了 那么那个 他说77年 在上海师分大学 普通班毕业以后呢 就调到上海版权局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 从事研究 然后他挺聪明 七八年考大学的时候 他考上了 他被一下被录用什么呢 复旦大学 国际政理系里 硕士研究生 也就是那时候跟随他 他带他的人是陈其仁 陈其仁是资本论研究的权威 人家真正把资本论那个大叔 大砖头啃完了 那个很难啃的 说陈其仁回忆他 说当时的考试迟到了半个小时 20分钟 本来可以不要他 但是看他听还挺不错 就要他了 说那时候王虎宁就文章写的好 完了八十年代 他就变成法学硕士 留校当老师 入党了 那么他当时 他这个人这么讲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属于这种左倾思想 就很厉害 也就是他受毛泽东影响太深了 就混合大革命那套东西 他为什么习近平也喜欢的 江泽民也喜欢的 胡锦涛 他们都打过人 这是共同特点 用他这个人 那么这个是海外维基百科介绍的 就是说当时他成为这个 复旦大学政治教研师主任 王邦佐 把他称为新保守主 重点培养他 完了八十年代 他就三十多岁 他就副教授了 他在一个学校里教课 教三门课 挺有名的 在复旦 算是什么呢 青年 著名的青年学者 后来他又到美国那时候读书 但他很奇怪 他到美国就半年时间 去夏明回忆了 他去那七年 他不喜欢美国 但在那七年 他缘分 他都认识了江绵恒 就是江泽民的儿女 江泽民的儿女 不正在美国读军 他就认识了 王虎宁跑了美国三十多座大学 几三十多个生生 二十多个大学 和很多人接触 但是他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 美国不好 美国反对美国 就那时候写成了 还是中共国好 虽然他参加了老布什的旧职典礼 但他成了典型的党棍 八九年回国以后 他在复旦大学 国际政系主任 据说那时候 半月潭杂志 还给他上了封面了 于是他被谁发现 就是曾庆红 当时曾庆红是上海宣传部部长 曾庆红推荐他了 推荐给了江泽民 九三年他参加过 大家都知道 人们津津乐道 就是国际大赚辩论班 当时 一方是国立台湾大学 和富丹 另一方 台湾 富丹辩论队 当时主题是 人性之初是本善还是本恶 富丹队呢 反方获胜 零三年 这个书出版了 就是叫 《诗城舌战》 算是出名 九四年 富丹大学法学院院长 后来呢 他这个 九四年夏天 调到十月 到北戴河 和北京 参与七草十四届 四中全会文件 从此以后 也就是这个 就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因为什么呢 九五年说 在时任副总理 吴邦国 中办主任曾庆红的推荐下 由这个总署议江泽民 亲顶进京的 就特别助理 然后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当政治主书长 又写材料了 级别是富不及 富不及 吴邦国在进中央之前 在上海任职时 就曾有过 请他当政治顾问的念头 说进入中央以后 念念不忘 多次向江泽民推荐 江泽民也欣赏他 就把他调来了 调来以后 他在这干的事件就非常长 一直干了十多年 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干了十八年 由江金泉接任了 就习近平 你看厨房 以前是带江金泉 好像不太信任 这个王沪宁 或许是想王沪宁在高声 但是这一期江金泉没记住核心词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八八年四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零二年 解替滕文森出任助 晋升正部级 并在十六届 十六大上 变中央委员 说是在担任政策研究室期间 他就是一个吹鼓手 像当陈伯达一样 起草了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 又说哪个领导来了 他都能忽悠一套 这些虚假的 这种所谓理论的 都能跟他整到一起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撒谎大事 一个大骗 一个谎言策划大事 就这么一个人物 思想极其僵化 你说你看他那样 啥了巴基的 眼睛都是习的 就是特别木讷 老婆画了好几个 也挺好吃的 是吧 估计这话话事也不能少了 只是他藏在身上 善于掩饰 说是07年 他说他辅佐了三任总书记 是个万金油 高层的重要智囊 07年52岁就书记出书记 复国级了 是既邓立群之后 又一个理论界的这样一个领导人 他与当时的这个令吉化 还有陈世锯 就胡锦涛的年代 还有胡锦涛 这个令吉化胡锦涛办公室主任 陈世锯 这些人都形成这么一个铁三角 他对胡锦涛这个执政 他也起了帮助 因为不管随执政都需要骗 只是骗的这个主题不一样 最比较温和骗的就是胡温时代 最起码还知道和谐社会 还知道科学发展官 还要不折腾 还要韬光阳晦 最起码还没惹大事 所以经济发展起来了 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 这个大忽悠 就伴随着战狼外交 搞得现在是天动人员 所以他是这样讲 他这个人物也是一个 这么讲 也是一个 时刻中共这个党 谎言大党的需要 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他没有地方历练的经验 那么海外媒体都已经注意到了什么 就是王虎宁 近几年的权力的攀升 讲到他是成为陈北达之后 第一个入朝的理论节人 10月17号又接任了 在17年接任刘云 是代表精神文明指导办公室主任 主管意识形态 还是申该委的主任 还依法治国的副主任 等等等等 好多主任林林总统 一大批主工作职务 而且2020年还竟然担任了 新型冠状病毒的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不管做什么工作 都需要欺骗 都要抓人和骗人 他肯定要他 因为他有骗术会骗 所以谁都喜欢 所以这个党走到末期即将灭亡 骗越来越重要 所以把他提不上来 我认为 但是习近平又看出什么 他是一个势力小人 所以不可能让他到人大 因为人大太重要 就只能最边缘化了 也不要得罪他 就给他搞了个政协主席 为什么 就是因为 2020年10月22号发生的事 这件事是最最重要 就是我们在二十大闭幕式上 胡锦涛被习近平架出去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立战书想劝一劝 那个衣服让人给拉了一下 就是王沪宁 王沪宁是个势力小人 这一幕习近平既再赏 就让他够朋友帮我一把 又觉得这个人很可怕 不可用 不可重用 所以他也很警惕 就给他放了政协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分析的 这个非常对 不信以后你们就会看 证实这一点 就表明他内心深处 他没有什么 这个和人有什么真实的感情 甚至表面的现象都不顾了 只要能把别人出卖 保自己就行 但是他知道怎么取悦习一平 习一平离不开他 因为习一平现在越来越需要 讲好中国故事 因为你看他上任这以来 干的什么事干成的 一带一路也黄了 旧观星星也黄了 脱兵攻坚出个铁链女 这些人类病毒共同体的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讲好中国故事 继续骗下去 所以他不可或缺 那么所以这次 2023年1月17号 就给他一个政协 在这个领域 让他前头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因此本人认为 这张照片很好 就是这张照片体现了什么 就王虎宁看李克强 他是对李克强 感情很复杂 他觉得李克强 下一个步要倒霉 他很蔑视李克强 你傻了 太傻了 你看我现在都好 我弯的多高 最起码还整个政协主席 你看你下一步 你第一条倒霉了 你能不能保住 你这个退休了保住 平安都是问题 确实啊 如果习近平通过陈文青 他们要给一个光棍找 我去倒霉了 那李克强就李克强 就彻底完蛋了 我就跟你讲吧 是吧 这个都是一盘很大的棋 那习近平下一步会干什么 会抓人 要抓很多的人 防照斯大利 腥风血雨的事 就这样来临呢 下一个节目 我给你们讲 他要抓哪些人 详细地跟你们分析 谢谢 谢谢